本节目由新雷克萨斯RX CRXL加长版冠名播出 老人家扶着沙发站起来 那时候我十二三岁 扶着沙发站起来 跟我握手 小学五年级 父母问我说 郑爷你想不想干这行 我连犹豫都没有 有点想 因为我就是为经决而生的 这种意识 一个小孩子怎么有 是啊 您听啊 后来我琢磨 原来是我小时候 更小的时候被洗脑了 我拿个 这叫克斯公里 这么大的克斯的 不多了 这是宫里边 这纯粹是宫里的 这是慈禧一次的是吗 对 你想我们家 1928年就有汽车了 拉风 还拉风 还骑摩托车呢 这还有一串潮珠 所有戏 只要跟竹国梁有关的 只有时空展这种戏 带潮珠 当年我的祖先 给刺激太后唱戏 今天唱得不错 就是觉得 你胸前差点什么 把自己脖子摘下来 你戴上这个我看看 戴上了 好 从今天起 就带着他唱 我来公司 我今天警察 谁能来唱戴上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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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鏡子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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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父母挨骂 他们谈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就责备 甚至看不起的眼光去看 那次是真是崩溃了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辞行记 出家当和儿去 甚至我就说了 你见过谭金白吗 只有私院才是那种人 没有争吵 没有争斗的那么一个环境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坚守 我们一直在这儿呢 但是之前就是那种艺术 高峰式兴的土壤都消失了 在一百年前 其实是一个主宰性的大众艺术 这是老百姓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土壤好像确实也没了 还有可能恢复某种盛况呢 要是您有机会穿一下时空 见到谭金白先生 您想问他什么呢 您的菜 您的菜 老练 也可以很天真 你累了吗 聊了四个老师 有点 人家七十岁不累了 我不想说累 是不是还有点出乎意料的 对 我觉得 对 没有想象的谈的好吧 而且 您还觉得他的这个人生 我们先想的一样 就有点被过去的感觉 哎 谭金先生您好 欢迎欢迎您 打扰您了 没没没 谢谢 请坐 您先坐 谢谢 喝点水 听说您上午练字是吗 不是练字 我每天上午练功的 练功啊练嗓子 就我这一套东西 我得 所以说上午一来 所以说上午一来 终于把我这事儿搅了 谢谢 谢谢您 一直这个 嗨 就我们这行啊 天天练 没看出掌来 一天不练就抽了 您看我这每天的日上 您看看 你看 满满的 是拔来粪子 您看是不是 这不是胡说 您看我这满的什么程度了 您看我这陈丽华给的大白菜 哦 子坛的 是星云法师 星云写的 星云写的 你活的 因为我信佛 我每天早上这些礼佛呀 这个你关什么事 中间是我高祖 高祖 曾祖 谭小白 是祖父谭慕英 每天早上我就换水上香啊 这个 这是有就是我祖父当年都用过的一些老的窥头 这当时皇上带了 这叫王帽 这是皇忠带的 这沙帽的一般是 比如说像什么鲁肃啊 就带这个啊 这是什么诸葛亮带的 那就是圆外精 那是圆外带的 您小时候看到这是什么感觉 因为这肯定小时候就看着长大的嘛 小时候看着羡慕啊 喜欢 想带 是啊 所以说那时候 您请坐 好 所以说生咱那么一家呀 而且这个从小耳居目染啊 甚至有时候他们演出我去上高台看戏去 他们一上台 我们就要碰头好 这人一出来还没长嘴呢 一露面想打 大家先来掌声 从小觉得太羡慕他们 他们这个我从小我以后我也得学他们 我也得上台让大家给我鼓掌 就为什么是谭慕家呢 比如说也有个不同的世家 对 为什么就是谭慕家可以传那么久 谭慕因为已经传到我是第六代了 对我觉得为什么别的很多都断掉了 你看比如说没家也就没有了 应该是 那是自然规律吧 他就没生儿子 那怎么办啊 是不是他没生孙子 那我们生儿子生孙子的时候 他就自然而然就想到 有人就问我 你有了第八代 你让他干这个 我还让他干这个 还让他干这个 会有一种紧迫感吗 还是说既有压迫又有诱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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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跳的这个三段 就是一般我们平时 一上来我们叫遛嗓子 喊完嗓子之后 都会拿耳黄的这红杨怒的三段 来遛一下嗓子 遛开了 现在嗓子就给它开了是吗 慢慢慢慢就开 好 咱们去聊聊 好 我这昨天练功把腰给上了 真的 直不起来了 你是翻跟头还是干嘛 没有 就是整个技巧 腰昨晚睡觉都没睡好 翻身都疼 是吗 幸亏没同意说派我练功 这腰这样更没办法练了 就是你选了一个永远会疼的道路 对 你本来也可以选别的道路 其实怎么说 我大学还没毕业那会儿 会有人问我 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会觉得尴尬 我说我是演员 然后什么演员 京剧演员 我会尴尬 我对京剧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先肃清嬉笑了 然后慢慢培养感情 其实我这下道路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学毕业去北京嬉笑 北京嬉笑毕业去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毕业进京剧院 进京剧院完了你就干一倍的 然后把你下一代排养出来 这已经安排好了 我觉得我又去干就行了 像逃离吗 说起来话长 从哪说起 动摇过 对 您说您小时候看到那些东西 您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感觉 我们那大院46斤半 挺大的一层院的 后边还有两层的小洋楼 那是当年我告诉谭秦白进京以后 挣了大钱买的那块地方 一住就住了140多年 三临院里的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从小就是那种非常讲究 咱们老话叫讲究 老北京话也叫讲究 规矩多 规矩多 早上起来得跟长辈那去 我们叫照面 照面实际上就是早上问安 老总人起来了 无论到哪屋 没有做 全得站着 包括我父亲到家 全得站着 而且我们家开灯 是不以天气的早晚来衡量开灯不开灯 是以我老祖 我爷爷脑无为标准 那我开了灯 你才敢开灯 是不是到了您爷爷那代人 认为京剧是下酒流 或者说内心的纠结已经没了 没有了 已经彻底没了 等于谭新培先生那代人还是有的 他们还是有的 实际上 我感觉 那时代是把京剧排到下酒流里边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我祖辈他们不会有那种 在社会低层那种那种感觉 他可能甚至比王公大臣都什么 您不是听说有一个王公大臣为了听出戏 给我高度下跪吗 京剧那些角儿们出现 包括谭新培那一代人 我告诉他在市面走哪都是 都是爷那种尊敬的 对 实际上在社会上是受尊敬的人 甚至是你走哪都跟今天见明星的 甚至效仿他据说过去迷的什么程度 谭新培出门先卖哪个角 卖门口 我妈先卖这个 就穿一个宝兰色的袍子 我也来一件宝兰 专用那么一批 迷的 我觉得谭新培先生就是晚清的摇滚明星 某种意义上那种 比摇滚高标几多了 我说一句不好听 标榜话 也就是从我告诉谭新培这一代人 经纪人员开始翻山 要不然我们不会盖那么大的宅 不会有这种局面 一下我们家1928年就有汽车了 这非常厉害 寂寞 长鼻子 对包括您比如小时候谭新培先生被 赐他后受他的欢迎赏识 赐他的东西 这是等于是一个佳话 但是比如您长大的时候 赐他后已经是个非常坏的形象了 这个东西对您这时候会有冲突吗 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咱们历史的看问题 咱们别跟政治挂一块 西大河在那个时代是国家最高权威 最高领导 他能够赏识京剧 支持京剧 才有了京剧的那个时代的辉煌 我觉得是这样 或者说会 因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有意识的担心 自己跟权力太近 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太特殊了 没办法 我们这个行业太特殊了 包括西大河 包括后来讲的时代 国民党事件 都给演出过 这是很正常 因为他艺人跟政治 他不是那么结合的非常密切的 你说跟政治有关系 又没关系 因为没关系又有关系 因为我们得跟国家的政治 文化路线得结合上 但政治权力不一定都是对的 他们经常犯很多错误 这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是历史时期的不同时期 我们在这时期的表现 我们在这时期的奉献 他不能说这时期错了 那我们也说 这些时期对 我们就对了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我觉得我们只是演员 家里会有说不要谈政治这样的传统 也不直说 但是也就没有那个气氛 而且过去家里边 尤其我祖父谭国家前 没有 如果说跟张三里子 跟哪个什么什么 有过密的交往 比如说他那个时代 国民党时期 或者什么时期 没有 这还挺意外的 因为这是很自然会有的 唱戏的很自然应该有的 对 为什么没有 你觉得 他叫唱戏 我除了上剧场 我就回家 任何地方都把他逛 都把他去的 甚至 我觉得也是一种要存续下的谨慎 没错 要谨慎 过去老会儿讲 破家之弯贯 何况我们那家族 我们的玩具 您都想不出来 我跟他们一说 他们都饿了 搬着 一串 拿绳摔好了 在地里拉着 当车玩 你想不出来 不觉着好 大人就去去拿着玩 可是那时候 你看谭家能够 说一句笑话 能什么 我稳的 走过这么些朝代 他本身也有一个慎重小心在里边 大伙想象 谭家 肯定是三十一小宴 五十一大宴 今天只问是什么 结果真不是 我从小 我曾祖谭小维 还在 我们就一个八仙庄 就一桌菜 大锅菜没有小炒 大灶里边炒的 那大锅菜 就那么吃 而且我们家那边 这大宅子的灯泡 没有超过二十五瓦的 我就不是说 富不过三代 谭家能够相传七点不衰 除了艺术上 它还有一个道德 人品的 你是不是给装一个外套 带着小龙 带着小龙 你穿这么时髦的钉子 那个衣服 咱这多少年了 01年 都17年了 你每天看到这些老先生在这什么感觉 我的祖先能够是曾经这个北京京剧院五打头拍之一 好多人都说 都羡慕我 你看你一出生就带着光环 但是又能有多人知道这光环的重量 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名门之后 球技荣 很多人不理解他 说你爷爷那么活 球派创世人 为什么你作为后人不再坚持呢 我可理解他 我爱好特别多 喜欢画画 喜欢体育 问过我 说如果你不姓坛 你回去做什么 那个这儿我说我会去打乒乓球 那这儿迷得真是在转一队去练去 北京市拿过名次 因为打乒乓球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下意识地够球 老伤着腰 家里人家反对 然后乒乓球 就是 因为我要是从小受着教育 不管父母说对与错 我都不可以盯嘴 就是你个好孩子 好孩子 我都不可以盯嘴 曾经确实也想过转行做 说向上 或者是 但是还是被我的这个血液里边这种血浓一水 你刚才说 你说你的好朋友 他觉得他选另一条道路 我觉得用压力 我们的祖训就是忠厚传家酒 百山小维仙 首先孝顺长辈 说句 虽然有点封建的话 就是积德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谭家这个重要性 这小时候不会意识到 就是一家里 对对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的 对对 就是从什么时候 59年吧 到我10岁的时候 等到10岁左右 我这方面左右的什么亲戚朋友的小孩都考戏校了 我一看你怎么 怎么家里也不问我要不要上戏校 可是我就自个偷偷去了 考试人家当然一看姓谭人家 我看看你五官四肢都还行 你唱一段戏 我不会唱 所有在城的老师人都不相信 说你是不是姓谭 我姓谭 谭我应是你爷 我对 谭我应是你父 对 你不会唱戏 我不会 我是唱了歌 考上的北京西教 家里人对您什么反应 自己偷偷跑去考试 家里对我开始不知道 等我考试以后了 我才跟我爷跟我爸说 他们特别高兴 后来我就慢慢误出一道理 祖辈父辈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知道这个行业的艰辛 这个行业非常苦 你不喝出点什么 过去叫打戏 我问你 有一次爱打就打着手本 打完了以后顺着手滴着血 滴血完了在水管的冲中继续练功 所以我那时候 他们为什么不积极的主动要求我去学习 也就是说解放了 生活也好了 是不想让我们这点人再受他们的罪去 我60年入校 61年1月15号 我就在长安 不是现在长安 西单八口原来的老长安 61年1月15号 我就在长安剧场演二斤工 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月 二斤工 我演杨波 老生杨波 对 那天我们家所有人都去了 亲戚朋友 除了我祖父没去 我父亲没去 他们不是不关心 不敢看 害怕 怕台上万一出个漏漏 担心不敢看 他们后来给我统结 就那天二斤工11个掌声 自己也觉得非常高兴 他们回家以后才跟我爷爷跟我父亲汇报 说不错 还挺好 那时候我们家58年有的电视 六十年 现场转播 纪念我们的校长好校长事事一周年 我爷爷就在家看电视 后来他们回来跟我说 我爷爷爷一边看电视 这时候就在茶镜上拍这板 结果茶碗什么全掉了 根本不顾 就这么 人家看 觉得又有一代人 孙子有出息 孙子有出息 有什么了 对 觉得这就慢慢的 我就在谈人家 起到我应其的作用 比如说像您小时候 因为您真是算典型的新中国的人 四九年 像您小时候是唱让我们荡起双奖的 是这种歌曲 然后但是您的家庭 又是这么一个月飞什么 就这种世界 他这种家庭 您小时候会有这种冲突感吗 小时候 社会是这样的 没有 没有 那时候不太明显 因为他刚五几年 普通学校 咱们的社区 还没有完全像现在这么开放 我们小时候就是中式棉袄 中式鞋 当时您大石烂那是什么景象 大石烂是从小时候那 我都汤熟了的地儿 因为大石烂往西是观音色 观音色再往西是李贴轨迹 李贴轨迹把口 就是大湾林一号 就是我们宅子 那时候我的曾祖 太阳维系上还健在 每天早上起来 摊铁六弯 他四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初说 滑冰把大胯摔了 你想我曾祖多时髦 六七十岁还滑冰呢 就在太庙 现在在劳动人文化库 所以他每天就遛弯 一手处拐棍 一手处着我 就遛弯了 这边我就记着 原来是铜锣电影院 最早叫老德记 是一个西药铺 为什么我曾祖上西药铺 他懂外言文 他上过洋学堂 上了老德记 说点外语 聊点西药的什么事 他喜欢这个 往下再过对门 是一鼻烟户 那儿经常碰见 李红春李先生 侯许任侯先生 这几位老先生 在那一座 互相品鼻烟 再过马路 门块糊涂 进去就吃小吃 每天就这么一套流程 现在叫广告 那是叫幌子 那幌子两边挂的 五彩缤纷 一进大盖 就真是觉得热闹 吃喝玩 全有 玩 剧场 那是有中和广和 庆乐 全在这小街上 唱戏的能有几百户 每一家人也住我们 原来也住李铁锣电影院 住我们这附近 所以这时候 那是北京是个戏窝子 南城这更是一个特别集中集中的一个戏窝子 所以你看南城 有过去的复联城 容尊社 明尊社 都在南城 建国以后 北京西校 中国西校 还在这一块 您在学校的时候 挺坚定的 这辈子要唱一辈子了 那时候已经 十几岁的时候 已经很明确 已经明确这个目标了 而且已经出现成像了 从一年级 就已经唱二年功了 就已经得到观众的认可了 所以这也更坚定你信心了 何况在这期间 62年 我就进中南海 跟毛主席去演唱 所以毛主席也对我非常肯定 就是您小时候等 其实家庭也很好 然后个人也很顺利 然后咣当 就这个对一个小孩子 冲击是不是非常大 家里天翻地覆的 这个冲击确实非常 是啊 这个整个把我们 一百多年的一个老家庭 整个颠覆了 是啊 整个颠覆了 六七年超万家 就我们光说我们那字画 烧了两天 哎呀 砸的瓷子就菜东西 那就不计其数了 所以我们家的损失 是拿金钱不能衡量 是 真的 这就身外之后我都不说了 那您那时候是什么状态 那时候也十七八了 那个也很懂事了 懂事了 你就很气愤死了 又是小伙 不是气愤 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很懵 就懵了 对 一下懵 我爷我爸到底对是错了 我们谈就是怎么了 为什么对我们这 那时候很简单 没有说有什么思想斗 我扔饲养过程没有 就觉得呦 这个非常实际 我得保护好家人 让家人平平安安 所以那时候就把我父亲 就藏在外边 不让他干在家带着 好在我们是翻身还比较早 我们六八年 父亲参加几次毛鲤的接见 那这就是毛鲤鲤接见谁了 谁就算解放了 就翻身了 这跟他要唱烟版戏有关系吗 也有一定关系 也有一定关系 唱的沙家帮这个经历 他后来也不太愿意说是吧 对 闻过以后让他唱烟版戏的不长 绝对不长 那是他的一个伤感 对 他是他的一个伤 一九一二年吧 嗯 他建下楼了 半熙式的这种 对半熙式 对 那会他也是六十多岁了 嗯 哎 灰黄的 可以说登峰造极了 您小时候出生在哪个房间里 出生在哪个房间里 我哪个房间都住过 都住过 都打邮机 什么 哪个都住过 原来正门是在这儿 嗯 这块这不是小门 嗯 婚丧嫁 都走这个门 走这门啊 嗯 是不是每次来还是挺感慨的呀 哎 大大人啊 就是 秋帝重庸走路走路 是 不一样 这是正北方 嗯 从这门到那门 什么 五间吧 这是那影币 这是一个院子 900平米左右 不到1000米 哎 真是个大户人家的感觉 对对对 您许他住到哪一年 六八年 说六八年 就是文革以后 你小时候想过唱戏 倒不是想 嗯 上小学的时候 唱歌 哎 都说还是 确实是 坚强的 算不错唱 这歌上挺好 嗯 就变成其自己不保护 不懂 嗯 再要一上小学 就对这方兴趣就变了 慢慢慢慢 随着你心脏成为犯 慢慢兴趣就转移了 不是对戏 不是那么感兴趣 那您当然看山家帮什么感觉 就是他演的 对你们谈家开始唱样板戏了那什么感觉那时候 其实我哥他也是这么开始没那么多关注 就是在那个怎么说的就是 您怎么克服自己那段生活呢 那段人生 因为本来是这样的 突然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抬不得了 那时候都抬不得了 就觉得特别 特别什么 特别 信物特别变 就觉得敌人一等 嗯 那种感觉 那心原来的骄傲劲全没了 那一下子 对 那种忧郁感 那种骄傲劲全没了 嗯 那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轮不上戏场 比较灰心吧 嗯 挺挫败的感觉 有点挫败感 我从小也是啊 学校尖子 那毕业以后 反而上马上戏 就觉着挺实的 你怎么克服 这些不安呢 这种东西 我的祖父 唐明先生 对我这个医生啊 可以说 受益匪浅 他们脱离舞台比较早 那六二年就脱离舞台了 身体不好 血压高 心脏病 完了以后 从文革的 就是从六七年 到七七年 他们过去 这十年 我几乎是陪伴他们的左右 因为那时候 他整天都在家 所以每天下午上餐屋陪咱聊天去 那时也没有娱乐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陪咱聊天 可是就这十年 恰恰这十年 他聊的天 对我的一生的所走的道路 都是那十年的记忆 对我受益匪浅 这当中除了穿艺 还穿怎么做人 谈家怎么做人 我记得最什么 就是你在学什么 我说我在学二行 行你掺掺我听听 啊好 挺好 挺好 完了 没有下文 来个学生 来别的您学生 您还得说说信 我 人家孙子 也不给说说 后来 等我毕业了以后 我都会跟我说 我不能跟你说 人家老师都敏感 你姓谭 我跟你说完以后 你课堂了 你给改了 对老师不尊重 84年以后 已经恢复传统系了 我父亲也在北京院 我媳妇也在北京院 另外北京院大部分演的 还都是谈派的代表军众比较多 可是恰难 那时候我父亲是副团长 我到了北京院 第一句就告诉我 孝曾从基层做起 于是我就开始从龙套做起 送一来 跑了好几年龙套 连小猴和罗汉全来过 measurable 总结了一件 除了大女 age的贴变子的活 我没来过 所有坑坑坑呆地说 我都来过 又怨气 好像我依然还在乍 还在乍 可 想起来 我爺爺老子鼓励我 先别灰脸 有屁股不愁爱打 砖头瓦块都帮个的时候 真是直到我一辈子 那时候你想放弃过吗? 没有 我来龙套,可能您不怎么上回来 来龙套,他可能看着,就是那水沙往上一蒙 把龙套冒到那一扣,怎么松回怎么来 我过去,我从来龙套我就开始带网子掉霉 化妆就按主演办 为什么?我坐着想了,你现在没来主演 一旦让你演主演了,你半样找不着他 找那感觉,两眉都得掉起来,立起来,这人才有神 可是你这个功夫可不是一般功夫 掉了一会儿你就晕了,疼了 所以我来龙套冰的时候,化好妆,按主演化 完了以后,别人都不带网子 我带网子,我掉霉,再弄水沙 来个冰,帮我站10分钟20分钟 我也脑子疼过,也难受过 经过这磨绿了,我就这么办 我就掉霉 拿个龙套还掉霉,甭管我 我露意,你管得着吗?我露意,我怕把我头发弄坏了 其实心里面是暗暗的 其实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就觉得,反正我就这么来 要出我自个儿,我就这么来,你管得着吗? 我看你采访,您说您到04年江向河的时候才第一次唱主角 为什么会隔这么久呢?比如84年到04年,20年时间 中间肯定会有机会 中间我就说,我继续是来弄套,来兵 后来慢慢有点提高 我爱人演戏的时候,我可以陪着他演个红纵练娃 我们俩可以演,他演王宝山,我演薛平贵 他挂头发,他带着我,头发就说,他已经非常有名望了 你看第三件没会儿讲,他红的比我早就多了 我是那么一个小根本 是啊,那时候我都没名,没名没姓的 最早一介绍,这是贪工兴孙子,贪瘦儿子 等后来一会儿,这是颜沟阳的丈夫 是,我连自个儿名都没有了 那时候焦虑吗? 焦虑,没面子,不再没焦虑,没面子 觉得我怎么混得这样,乐着叫什么都不知道人家 20年那个,比如说挺郁闷的跑龙套时间 有没有会想过,我要是不是谈家的孩子就好了 这个家族名声给我,压力太大了一个传统 没有,我只是说只是幸运生长在谈面 有过无奈的时刻吗?特别 对,你要说无奈的话,我就说 有些对谈家的评价不是特别公正 我那个时期处于这个状态 谈家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人不如一代人 这个论点我也得说说 他不可能哪一代人说,咱说南京话 现在哪一代人超过前辈人了 甚至有些圈内人都有 所以我不是说我忍不了我这种委屈 我那几十年的委屈我都忍着了 我这有什么不可能委屈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坚守 我们一直在这儿 怎么还有这么些人的指责 想起来,我在嘱咐唐明先生 由于身体的原因,过早的脱离舞台 觉得是遗憾 觉得把希望寄托到我们后背身上 跟我们讲的这些话时隐时限的总出现这种担忧 后代人能不能把这传下去 我原来听就听 现在我理解了一些东西 我在每个历史时期,我起到我这个历史时期的作用 我的作用跟我曾祖特别像,成上其下 您看我曾祖特好像大家有一种评论 就是说他上不如,负责下不如儿子 实际上恰恰贪着一代人做的奉献 那是别人做不出来的 把我高度的东西怎么继承下来 怎么培养自己的儿子 才有了谈的第二次辉煌 才有了大家所公认的新谈判 别人都说他不行不行 实际上恰恰不对 在我高度谭心培他们那一代人没了的时候 挑着京剧舞台的是三小一白 三小一白就是杨小龙、尚小鱼、谭小白 一白就是循惠生、白亩的三小一白 那个时期正是京剧青黄不接的时候 是他们在支撑舞台 而且他嗓音和技巧和手艺太像我高度了 可是我估计他也是这么讲 我再好也超过我爸爸去 是不是 您别像 就跟我今天想我父亲似的 我再好我超过谭心少爷 与其这样我不如培养我儿子 这种培养和家伙就愣培养出来的 又培养出了一个谭福音来 四大虚虫之一 就是这种战略目标 这绝对是战略目标 培养这玩意 我每次登台都非常紧张 小说不能紧张 但是越大越紧张 就是因为怕给老祖宗抹黑 怕让父母挨骂 但是越怕有的时候越会有瑕疵 可能反复的有这么几次 网路攻击 各种脏话都说出来了 说唱的什么玩意儿 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还有更难听的 我一直说我对京剧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那阵可能还没有真的特别爱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辞行信 写了辞职信 写了辞职信 就像出家当和尚去 我觉得只有私院才是那种能让我踏踏实生活 没有争吵 没有争斗的那么一个环境 但比如郑妍一开始并不是很想演戏 对 他这个时代就跟我们又不一样了 他是70号又80号也好 他们是赶上这个改科报以后了 接触的外边的一些文化也多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 你作为谭的后代 你怎么办 这一段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我分析着看看 因为谭正言那开始 都有点要放弃的那种感觉 其实谭正言开始 是喜欢画画的 我想画画画得不错的 我嫂子当时还说 穿什么呀 就费劲了 都有点不那么勉强 就比较勉强 不行我哥哥不愿 还是喜欢上他学习 一入了这颗画 几天一回来就必须得那个汇报 一看着这孩子发展 给孩子投入的精力 自己也随着 把那些东西又找回来 没想到他到大器完成了 如果是他逃离这个传统 他去做了别的事情 我觉得您在情感上能接受吗 情感上说实话接受不了 可是我理智上可以尊重他 对 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都有人怀疑人更说 您真是的 您谭老师 您要让郑银干什么都比干这行人强 您让他拍个电影 让他弄个什么模特 都比现在挣钱多 可是 现在谭家好像就预示着你必须要搞清楚 尤其就有时候是男丁 是吧 这种谭家的传承的使命感怎么来的 因为中国社会是很少有传的很多代的事 我给你讲是这样的 我不是标榜谭家在社会或者甚至在社会或者在戏剧界有怎么德高望重 这我不敢说 即便有多高的德高望重 那也是祖辈的 界下的这种因公也好 这种德行也好 我们是效仿前嫌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可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剧团社会的认可 不搞这行是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组织 对不起国家 反过来 如果是我谭家 我们不搞这个了 也许没有今天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 然后我就觉得这都是必然的 既有压迫又有诱惑 没错 还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 其实跟你父亲聊 他其实有时候觉得也挺不公平的 因为老姚面临着这种所谭家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指责 现在实际我接受不了 后来我当笑话看了 这种转变怎么发生呢 你觉得 就是我曾祖谭福音先生曾经讲说 砖头把块又翻个的时候 有屁股不抄挨打 有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的 如果我说我父亲的话 我早就放弃了 因为作为一个演员 如果被观众淡默了 忘记了 就特别容易抑郁 他那一代人没有赶上好的年代 我小的时候看过我父亲演出 就是太少了 但是我父亲会的戏特别多 我都没想到 因为我也平时 那边跟父母一块住的时候 也就是早上起来 在我最困的时候 听见我爸喊嗓子 特别烦人 特闹心 因为一周课上完之后 特别想在家睡个懒觉 我爸挺老早的起来 那边在西里面住的时候 就两居室 我爸我妈一屋 等于我在客厅有一个床 我爸起的时候 哗就把窗帘拉开 就开始喊嗓子 我在屋就太阳光照着 我爸这还得喊着 我们就要念念念白 打打影子 也就是这样 但真不知道摊私下 还经常看录像 学习 还经常在积累 你觉得你将来 还会给你的小孩子洗脑吗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也是 要扛起这面棋 成为第八代 我会去培养他 但是真是有的 像有的孩子 一听着就哭 或者一听着就吐 一听着就反感 那就没必要了 这个孩子只要是这块材料 我们去培养 就顺着这样的道路走 如果没有培养出来 或者中断了 你会特别遗憾吗 还是这样 会遗憾 我真的有的时候会想 如果我下一代 不干这行了 或者是 没有培养出来 我可能就是罪人 光中药组这么重要吗 老北京人也好 或者中国传统也好 不是都讲究 百年之后 得给祖宗一个交代 那你觉得你要碰到谭心飞先生 你觉得你自己给出了一个 还可以的交代吗 我觉得我要 真要能碰见谭心飞先生的话 我得先磕他一点头 现在输岁 真不容易 你能站起来我拉你一手 行吗 要是您有机会穿一下时空 见到谭心飞先生 您会想问他什么 您想特别对他什么好奇 他就说一直帮我解释解释 好奇 我就说 我说您当时怎么编出这鸡牌出戏的 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有一天恢复到 像七八十年前那种反胜吗 一百年前那种 这得经过一代人的努力 有可能吗 你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 什么事物发展都是颇浪性的 他不可能老是一个层面 或者意外的低谷 或者意外的高谷 比如说 作为一个生活在低谷时期的传接者 传承人 您会觉得郁闷吗 不郁闷 但是之前那种艺术高峰时期 那种土壤都消失了 你现在不能那么打孩子了 也不是像过去那种剧院 那种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没事就听个戏 跟现在看电影似的 就这种东西怎么办 这个土壤好像确实也没了 现在在培养 再来 您真是乐观 您要是有机会见到谭心培 您想问他什么问题 想问他什么 我就是说 您应该给后卫留点其他的方面的东西 对您来说证明自己我行 就这种冲动是很强的 强 可是在父亲跟前没有得过太多的表 嗯 充其量就是还行 嗯 就是有一次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就是我们17年顶俊山电影在放的时候 我父亲送你去了 看完以后 我回家 我回家 我没想到 你谭小泽今天居然能够这样了 我太高兴了 有的地方像你爷爷 我这一听夸燥就跟我父亲跪了 热泪盈眶 几十年 那种肯定是我们几十年想盼想听都听不到的 嗯 现在也在那一刹那才说出来了 嗯 几十年的这种 想往也好 这压抑也好 这种什么都在那一刹那爆发了 热泪盈眶 o 大群为狼心甘苗 头痛啊骨 斩饭草 二痛啊骨 斤斩草 三痛骨 刀刺桥 四痛啊骨 踏冰箱 向天国国交叉 推高南南南吃一道 三春愚与沙烈贵民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